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Chip的歷史小學堂 今天不打四季,來聊到中國的連乳兵吧 大家講到四義帝國的中國 第一個應該想到的是法...法...木工劍劍的主攻 除此之外應該就是連乳兵啦 作為一個這麼有特色的特殊兵種 那你知道真實的連乳兵到底是怎麼樣子的嗎?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遊戲內的連乳兵 不管堅不堅銳的攻擊都是8加6 雖然射的不是很遠 但靠著他那堅毅不拔的射速 以及連發帶來的快感 仍深深吸引著廣大的粉絲啊 連乳兵在遊戲中 真正的原名叫做諸葛弩 是一種改良制弩的連發武器 重複被省秦家嘴出土文物 就可以知道 這東西最晚在西元前四世紀 戰國時代就出現了 那為什麼叫諸葛弩呢? 諸葛亮可是六百年後的人啊 因為三國時代的大軍師孔明哥哥 大規模的改良這種武器 根據三國演義的記載 他改良過的連乳一次可以射十隻 火力兇猛 但體積龐大,重量重很難使用 所以只能防守不能進攻 簡直是當時的半自動步槍啊 啊蜀國有這麼強的武器 怎麼還被當時的衛國給打趴呢? 有玩過三國字的都知道 衛國有一個武力很低 但智力還可以的人叫做馬軍 是當時的理工發明宅 根據記載 他幹了諸葛亮的諸葛弩改良後 一次竟然可以發射五十隻劍啊 真真五倍 但當時沒有臉書也沒有IG 他們都不能打卡炫耀 因此缺乏食物或圖像方面的物證 不管一次射十隻還是五十隻 通通屬於嘴炮的範疇 好 我們把那些歷史記載上 沒有食物或圖像留下來的黏乳 通通歸了為嘴炮 那實際上的黏乳是怎麼發展的呢? 根據明朝天宮開悟的記載 雖然黏乳一次可以射很多 但力道很弱 射成大概也只有二十步而已 拿來打獵防範殺小孩可以 要當戰爭中的武器 是麻森提豆腐提豆杯提拉 內部明朝著作五杯子則說 東南方的居民喜鹽用黏乳 但威力實在很弱 如果不在進口塗毒藥 根本傷不了人 這不就是毒箭了嗎? 所以從西元兩百年的三國時期 到一千六百年的明朝 可見諸葛亮那時的諸葛弩已經失傳 要不然就是嘴炮 要不然這麼強的武器 怎麼沒有鑑於後世的記載 隨著時間的推移 明朝版本的諸葛弩來到了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 這個諸葛弩竟然又出現啦 其連發的效果讓英軍印象深刻 英國的科學家拉爾夫男爵 在1901年出版的《弩之書》中有提到諸葛弩 裡面甚至說到1895年的中二教育戰爭 清軍仍在使用諸葛弩啊 書中記載 諸葛弩可以在15秒內發射十支箭 但年有的箭又輕又細 穿鬥力很低 威力很小 因此必須塗毒藥 才能增加威力 看來非常符合 中國人 布什記輪的傳統 歷經數百年甚至數千年 咱們的諸葛弩 布什傳統仍保持原貌 而當時英軍裝備的碎石槍 射程大概是45到70公尺 如果集體作戰 可以到100公尺 每分鐘2到3發 大概就是20秒一發 威力猛過當時中國的任何遠程武器 當然包含諸葛弩 前面說過諸葛弩的射程大概20步 大概就15公尺 看來還沒貼到英軍前 噴射所謂的毒語 自己就先倒下 從諸葛亮時代的諸葛弩 到明朝記載的諸葛弩這1300年間 中國是沒有任何諸葛弩的記載 那為何諸葛弩在成吉千年之後 又再度出現在歷史的舞台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元朝嚴格控制鐵這種戰略價值的資源 怕你造反嗎? 而諸葛弩的材料簡單 只需要竹子、木頭之類的材質 就可以拿來製造、拿來防身 如果塗上毒藥 威力倍增 取名諸葛弩 大概就是想要一個響當當的名字而已 甚至有種恢復我大汗江山的情感啊 歷史年代久遠 要考證眼影南上加南 無法看透元爆 但足以肯定的是 作為一個具有巧思創意的武器 諸葛弩已經超越歷史成為傳奇 或許幾千年後的人們 再從遊戲中看到這種武器 可能也會讚嘆不已吧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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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